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我倒不介意 有一个法国女士 她叫Martin Nuit 她就是因为很喜欢艾雷导威士忌 所以她搬到早上去住 她觉得艾雷导威士忌 就像TOP GUY WITH THE GENTLE HEART 是一个粗犷的人 然后有一颗温柔的心 如果你想要 进入威士忌的世界 我其实会建议大家 就从10年跟12年 这基本款开始喝 因为通常这样子的基本款 最能代表酒厂风格 所以你们平常买酒也各自都是 会买自己的威士忌 是 这个我也要抱怨一下 就每次我们去卖酒的地方 就是销售人都会直接找她 他们错过 其实我才是大户 真正的大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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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来宾 是我的一对夫妇朋友 他们做过一件事情 他们到英国苏格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酒的岛 叫艾雷岛 去那边采访过摄影过 然后出了一本书叫做到艾雷岛喝威士忌 艾雷岛产非常好的威士忌 他们就是梁太琪还有谢三太 大家好 今天你们带来的威士忌是Bomo的 对 我之所以选Bomo 因为它其实是我喝艾雷岛威士忌的入门 对我喝的第一支艾雷岛威士忌其实就是Bomo的酒 对然后我们去艾雷岛玩的时候 有参观过岛上的八个酒厂 Bomo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间 因为它是一间很古典的威士忌酒厂 也是应该是苏格兰历史最悠久的蒸柳厂之一 它成立于1779年 这么早1779 这个八九九九 这个两百多年了 对 因为他们酒厂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酒叫 叫No.1 Volt 那这一瓶酒 这一支威士忌的酒就是从那个酒窖里头出来的 所以比较特别 我其实在90年代就开始喝艾雷岛威士忌 那个时候大家最大的对它的形容就是 有一股消毒水味道 对有人觉得有一股消毒药水味 有人觉得闻起来很像蒸鹿丸 对对对蒸鹿丸 对或者是点的味道 对啊 点的味道 对对对也是 外科诊所的味道这样 它的风格很强烈 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艾雷岛威士忌 就会非常爱它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它 那么强烈的风格 可是我自己是稍微知道 因为那个艾雷岛那边 它是因为用Pete一种泥霉 去烘培它的大麦芽 对不对 所以它有这个味道 那Pete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去现场这个经历过 有这种Pete经验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尤其是对那么多喜欢喝艾雷岛威士忌的人来讲 那这个Pete这个经验到底是什么经验 Pete其实我们比较就讲成中文 它可以讲的它是泥霉 或者是泥炭 所以我们会说艾雷岛威士忌有股泥霉味 那泥霉对艾雷岛它是一个很小地势很平缓的小岛 那它四周是被大西洋所围绕 那岛上其实没有什么森林 所以居民长久以来就是燃烧泥霉来当作燃料 泥霉其实就是他们 他们以前家里煮饭取暖就直接烧泥霉 那岛上要做久 因为在威士忌的制程里头有一个阶段是 大麦发芽之后要终止它发芽 那必须要烘干麦芽 那烘干这个动作要燃烧要有燃料 那当然理所当然就拿泥霉来烧 那在烘干麦芽的过程燃烧泥霉它会产生很多烟雾 烟雾附着在麦芽上做成威士忌 就有这浓浓的泥霉味 所以他们一定有一个像是 烘焙的房间 对 通常酒厂 传统的酒厂它会有一个窑 那窑第一层就烧泥霉 泥霉会产生很多烟雾 因为泥霉其实它富含很丰富的有机脂 里头有很多植物 所以因为有很多这些植物什么还有水分 所以它燃烧的时候就会有产生烟 然后烟往上升了之后呢 中间第二层就会放麦芽 对就让烘干 我们去伯母参观的时候 其实就走进它烘麦的那个窑里头 踩在大麦上头 踩在大麦上面 是 整间暖洋洋的 对 不怕那个踩坏掉 不会啊 我应该补充一下 那个泥霉田是有麦跟一些植物的植被 就不断地一直在重叠 变成的是一个泥炭 这个泥炭当然就是可能是要被 就是挖起来之后必须要在外 室外晾干 到某个程度之后才进入到所谓的 可以燃烧的阶段 可是那个 苏格兰这么多岛 苏格兰这么大 难道那个附近都没有泥煤吗 其实不只是爱雷岛的威士忌酒厂 会用泥煤来烘麦芽 别的地方的苏格兰酒厂也会 这个就会讲到 其实 同样的泥煤 但是爱雷岛的泥煤 烘出来的麦芽做成的酒 味道就是不一样 那其他地方的泥煤就跟 就是煤 它还是会 还是有 还是会有烟熏味 但是就不会是那么重 没有那么强烈 而且味道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般 当我们谈到爱雷岛威士忌 然后大家脑筋里面 就会出现那个味道 那就是非常典型的 那各家 几家这个爱雷岛的威士忌酒厂 他们就算是用泥煤烘 他们的这个烘出来的味道 会有差别吗 会耶 虽然在同一个岛 虽然是小岛 其实即使临近的两间酒厂 味道也不同 比如说如果喜欢喝爱雷岛威士忌的观众 应该都会知道 有爱雷岛上有三个泥煤巨头 就是泥煤特别重的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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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间酒厂其实距离都不远 但是三间的酒喝起来 风格就是不同 如果你想要 进入威士忌的世界 我其实会建议大家就从十年跟十二年 这基本款开始喝 因为通常这样子的基本款 最能代表酒厂风格 OK 原料应该是一样 最后的调制有一些 有一些局有一些不同 调制 这个有一点小小的深入 就是一点点基础性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工厂叫 它专门在做麦芽 它可以按照 譬如说我想要定制 因为泥煤池有一个度量的单位 叫PPM 我可以定制说 我要多少PPM的麦芽 然后麦芽厂就可以帮你量身打造 做好之后送到酒厂给你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数的酒厂 他们会要遵循比较 会遵循比较传统的做法 就用古老的方式来 来做地板发芽之类的这样 那现在在爱雷岛那边 做地板发芽的那个 有保留这样的传统 只剩两间酒厂 就是Lafori跟Balmore这两间 他们还有在做地板发卖 Balmore就是我们现在喝的 喝的这一支 对 所以我们现在喝的这个酒 基本上是地板发芽 人生点出来的酒 照片就是 是不是 OK 对 也住在我们节目可以一边喝 一边聊天 对 我们知道现在爱雷岛 一共有几间酒厂 现在是八间 正在生产的是八间 所以这八间酒厂的酒 台湾基本上都买得到 台湾什么酒都买得到 对 台湾怎么会突然想到说 要去那边喝酒 我到资历宛报之后就 其实当记者那个时候 压力是蛮大的 在那个过程晚上都会想 想要小喝一杯 结果到无意间我就碰到了那个 那个波莫 威士忌嘛 那就开始喝 然后代季本来也不太喝酒 也因为我这样子 我们两个慢慢慢慢就喝酒来喝 然后第一又因为我是澎湖人 所以我当我爱上爱雷岛之后 我就觉得我在想象中 那个岛是不是跟澎湖很像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是不是要去探索一下 就这样子我们形成他规划 形成待机规划 是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出书 我们只是说为了想要去了解 一谈究竟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得到一些 其实是台湾人很少 不太可能接触到的一个 一个地理环境 跟这样的酒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要先纠正 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我喜欢喝威士忌 因为受到他的影响 对 但 喝酒就是自己的事情 是啊 喝酒就是自己的事情 就是你喜欢不喜欢 是别人没办法左右 我本来就很喜欢喝威士忌 对 所以你们平常买酒也各自都是 会买自己的威士忌 是这个我也要抱怨一下 就每次我们去卖酒的地方 就是销售都会直接找他 他们错过 其实我才是大户 真正的大户 对 不要忽略女性消费者 对 我这所以喜欢 像艾利导的酒 就是因为它实在是 有一股那种冲味 可是女生会喝这种很冲的东西吗 如果你愿意敞开心胸 有一个open mind 你试试看 你会爱上他 像我一开始喝 我也是觉得 就怎么那么臭 因为同样威士忌 苏格兰还有其他产区 它是以柔美风格著称 比如说Space Eye它的酒 其实就比较是画香调 这可能是多数女性会喜爱的 但是艾利导云亚风格太强烈了 有些人可能没办法接受 不过讲到这个我其实 我很想要引用一句话 这是我借来的 就是有一个法国女士 她叫Martin Neuert 她就是因为很喜欢艾利导威士忌 所以她搬到岛上去住 真的啊 她也帮一些威士忌的杂志写文章 她用过一句话来形容艾利导威士忌 我觉得非常好 她觉得艾利导威士忌就像 Top guy with a gentle heart 是一个粗犷的人 然后有一颗温柔的心 OK 在形容我吗 不是 其实你刚才讲到那个 搬到艾雷岛去住 艾雷岛居民有多少人 只有三千多人 这么少 这么少 她会让人家搬进去吗 我觉得会 真的啊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原始跟春朴的岛 岛上真的除了酒厂以外 没有太多物质类的东西 它最热闹的镇 其实就叫Bomo 然后镇上就只有一条主要的道路上 几间店而已 我岛上也没有什么产业 主要是除了酒以外 就是观光画 另外就是一些畜牧 畜牧跟渔业 鱼业 其实他们抓血仪也蛮多的 然后岛上的羊跟牛比人还要多 OK 通常会到艾雷岛的人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为了酒而来 另外一个是为了大自然 因为它岛上有很丰富的生态 因为那是一个很纯樸原始的地方 没有太多外来的污染 所以很多小鸟人是会去 岛上有两百多种不同的鸟类 那也有人会去那里 海派 骑脚踏车 那我们也有遇到很多是开 可能从苏格兰本岛 开着露营车到那里露营的人 我看过一些资料说 它上面其实没有很多的树林 是 对不对 没有很多树林 它怎么会有那么多种鸟类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干净吧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但是苏格兰包括另外更北方 也有一间酒厂的 有一个就最北 没有就北方的岛叫奥克尼岛 它岛上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酒厂 海岛泰克 奥克尼岛也有非常丰富的野鸟种类 如果我们今天去爱蕾岛 纯粹是要去喝酒的话 那它一个最典型的一天的喝酒的 这样子的行程会是怎么样 只有一天应该不够吧 如果真的要去大概是午夜会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家联法会 每个酒厂都是开始有轮 不是轮班 就是轮流地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促销 你可以选择这个时候去 但是这个时候去有个麻烦就是 住的地方特别少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开露营车 要不然就是自己带个帐篷去那里 要不然你真的 可以去露营 也可以露营 有人在那边露营 可是爱蕾岛其实很冷 我们五月底的时候去晚上 只有大概6度 7度 旅馆还是要开暖气才行 而且风很大 你们在那边其实喝他们的酒 去参观这个酒厂 八家都去看过了吗 其实因为对我们喜欢喝酒的人 去每一间都觉得很好玩 然后我觉得对威士忌迷来说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进到酒厂的酒窖里做 所谓的桶边适应就是真的从橡木桶 直接把原酒取出来 直接喝 我们在爱蕾岛做了不止一次的 桶边适应 通常他们会用哪些 就哪一种木头的桶 过去爱蕾岛威士忌没有很偏重 在使用雪莉酒桶上 是因为觉得你们也可能会 盖过雪莉桶的味道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 尤其台湾喝酒的族群 特别偏爱雪莉桶 所以我觉得有雪莉桶风格的 威士忌越来越多 尤其爱蕾岛也不例外 佑泰晴 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PPM 我知道那个叫做 百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 那你刚刚讲说 它其实有 各位素质的PPM 这个酒里面 应该说有些酒厂它会生产 在爱蕾岛的酒厂 有些会它会生产没有你美味的 但是它们还是可以量出一点点 所以才会那么低 对 但是正常像光源你喜欢喝了 Lagavulin或者是阿伯 通常它们平均值的PPM 大概会是30到50之间 OK 意思是说如果 素质越高 就是越味越重 就这样子嘛 对 那其实比较低的是有哪些酒厂 像 Bunnerhaven 村上春树之前 有写过的Bunnerhaven 它其实是 你们值位比较低 像 像苏格兰这些地方 他们常常会送 把这个酒当作成年礼 送给人家 送给小朋友 就是说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喝酒的民族吗 我必须要说即使苏格兰人都没有像我们喝得这么好 真的 真的 威士忌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种奢侈品 就算他住在爱雷岛 就算他是住在威士忌产区里 他们也不会把它当成是一种日常饮品 所以为什么会把酒送给小孩 他们通常只会在比较慎重的地方 比如说有小孩出生 或者是生日 或者是丧礼上 才会喝威士忌 那你如果进到苏格兰的Pub 其实最普及的饮料还是啤酒 因为它毕竟相对的便宜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台湾人这么喜欢喝威士忌 台湾人喝威士忌的这个 消耗量 应该是很高了吧 如果我们讲单一麦雅 Single Mode 然后我们用人口数来处理 那个消费金额跟消费量 台湾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名 就是我们每个人喝的Single Mode 是全世界最多的 台湾第一 OK 台湾第一 台湾在这方面又第一 可是我倒不介意 而且我还是要说我们在台湾 如果你喜欢喝威士忌 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们不只可以买到很多的酒 而且我们的酒 很售价相对的便宜 我不敢说每一支都很便宜 但是平均来讲 我们的酒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们邻近的很多香港的威迷们 他们都会特别飞到台湾来 买酒跟喝酒 像你们上次去爱雷岛 你们除了喝酒 那食物的搭配呢 那个叫牡蛎 Oyster 生蚝 因为爱雷岛它毕竟是一个海岛 所以它有很丰富的海产 然后它周遭其实也有生蚝农场 它们有养生蚝 所以有一种大家很喜欢的吃法 就是我们把生蚝上面滴上一几滴 爱雷岛威士忌 然后就这样子一起 跟生蚝一起 就很简单就是滴上去 就像滴柠檬一样这样滴 对 OK 那你们在那边 你们有去挖泥梅 有啊 因为泥梅到底是 就是说造就了 这个爱雷岛的这一个威士忌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泥梅 就是跟一般的梅 有什么差别 看上去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那一块一块泥梅上 里头你真的可以看到 那植物的根啊 或什么 真的啊 是 然后泥梅田踩上去 就像你想像自己 站在弹簧床上面 它是软软的 所以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水分 可是它每年这样子挖 这样挖 它不会那个 枯竭吗 枯竭吗 其实他们是还是有限 就是不是无止境的开采 那 但也不是很多人误以为说 好像只有酒厂才能够享用泥梅 但不是其实爱雷岛的居民 他们也可以去跟当地的政府申请 付一笔钱 它就可以挖一块泥梅 就有一块泥梅田是供它可以使用 可以挖的这样 这就好像是说 国家是拥有这些土地 可是如果你给我一笔钱 通常吃多少钱 其实也不多 几十英镑 对 就是几十块英镑 但是因为我们去 在爱雷岛去酒厂的路上 有一天就是要去酒厂的路上 开车开到一半 就看到路边有一对母子在挖梅梅 我们立刻就把车停下来 因为难得看到有人 真的在路边挖梅梅 然后就下去跟他们打招呼 我不需要讲爱雷岛的人 真的很纯樸 而且友善 他们明明在工作 然后就会停下来 然后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从哪里来 跟我抱歉说 因为他们在挖梅梅手很脏 所以没办法跟我们握手 所以他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五月 我有问过他们 就是挖了梅梅之后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用 他说五月如果挖好 他必须 其实挖梅梅是很辛苦的工作 我们自己去挖过就知道 因为它那个梅梅 还是有很多水分 所以其实很重的 挖完他把它 他用特别的铲子铲起来 就是会是一长条 然后他们会用紧致形的叠法 让它风干 大概要从五月 风干到八月才能够使用 那就是说好像 产出来的时候好像就变成一块砖 这个概念是不是 对 那就是湿的砖 所以它要去风干 它就在大地上 在它的梅梅田上 就让它曝晒 风这样吹 然后等它差不多干了 再回家用 OK 那就可以烧 在路边挖梅梅 这就是一般家庭 那如果是酒厂不会用这么慢的方式 他们会用机器开采 一般居民它那个就是几百年来 他们都是这样子用 挖完回家之后 就是家里的壁乳就烧梅梅 那他们的那个 酒厂这些地方应该也都是这样 是 所以他们的酒厂里面的梅梅味 应该也很重 很多人都会以为说 这样子烧了之后 会不会进去都是烟 或是整间屋子都是那种梅梅味 是 其实还好 如果它有彻底干燥的话 其实它就是像木头 像木炭一样的燃料 梅梅造就了不同的酒厂 它的酒都不一样 水呢 艾蕾岛上为什么它适合制酒 是 做威士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你水源要充足 对 然后因为艾蕾岛上的水源 其实蛮充分 因为那个岛其实还蛮常下雨的 应该是冬天雪地所涵盖的水量 足够他们使用 我以为就像澎湖一样 水有一些咸的味道 实际上也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蛮甘甜的 我们其实在那边有试过 就去酒厂的水源地 去看酒厂的水源地 他们会让你们去看这个东西 有这样的tour 但是还蛮贵的就是 真的啊 可是去看这个tour的概念就是说 它让你看到他们酿酒的水 从头到尾的制程 这个tour是从最源头的水开始看起 然后就一路沿着整个威士忌的制作流程 这样看看看到最后酒窖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试过在酒厂的水源地 喝它就是喝着它的水源的水 然后再配上它的威士忌 哇 那这个是一个真的非常完整的 一个爱雷岛经验 对不对 又挖泥煤 又喝它们的水 又在当地喝它们的原酒 又在它们的酒窖里面喝 从这个桶子里面 这个集出来的这些 真正还在刚刚酿的这种酒 还沉睡在橡木桶里头的酒 哇 它们的橡木桶 它们会那个酿好 它们会输到别的地方去吗 这个我必须承认 因为其实威士忌它就是一个 我部分人来讲它就是一个 很工业化跟集团式的产业 有一些大的跨国式的酿酒集团 它虽然酒厂在爱雷岛 可是它的储存酒的地方 并不是在岛上 它可能会运到其他地方去存 但是大部分的酒厂的酒 还是放在爱雷岛 OK 好 我们今天经过 戴琪跟三太这样子的 稍微聊天的结果 我相信大家喝起这个酒 应该会更有感觉了 谢谢 谢谢两位 我们今天聊天大家就聊到这边 好 谢谢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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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七年之前台北的街头出现了很多贩售员 他们贩售什么 他们贩售一份刊物 叫做大志 最近大志的总编辑 他又开始了另外一份刊物的编辑工作 这份杂志叫做周刊编辑 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就是大志的这个总编辑跟现在周刊编辑的总编辑李曲忠 光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曲中其实算是我乒乓球队的这个等于是什么队友 对球友 球友 然后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说打完球其实是吃宵夜是比较重要 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精神 那所以做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精神 对 那周刊编辑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周刊编辑 其实谈到周刊编辑可能要从大志杂志开始谈起 那七年多前我去英国然后去授权The B-U-C-H这样一个刊名 然后开始一个社会期的杂志的运作 社会期也 对 大志的出发点其实很单纯 他就是希望透过一本杂志的定期发刊 是 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工作的模式 提供工作机会给一些需要工作的弱势或是皆有 是 其实台湾大志在整个国际的街报组织里面 算是运作得还不错 对 就是我们大概花了将近不到两年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光靠卖杂志 就可以维系整个组织的长远运作 那这一点其实在国际街报里面还算是蛮特别的 那大志比较特别是我们大概七年多前开始 那我们一开始所针对的族群就是 但是完全是年轻世代 OK 对 然后我们在2016年其实单月平均下来都可以卖将近超过三万多本 其实这个数量其实以目前台湾的杂志现况来看 真的算是满出乎人家的意外的 超越很多的 现在你在所谓的便利商店里面卖的那些杂志 因为我知道很多包括像周刊 能够卖到两万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去思考说 譬如说我们常觉得年轻世代不阅读 或是不看纸本的杂志 但是以大志杂志的发展现况来看 其实我观察到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不去阅读实体的杂志 虽然它是社会企业可能很多人会抱持说 我站在支持的角度来买一本杂志 但是如果光是以支持的角度来解读这个部分 我觉得一个月是没有办法卖到超过一万本的 所以再反过来看 我就觉得其实有这样一个阅读的需求 一个是阅读的需求 这个需求就是你一旦能够提供这些读者 他们想要的一些阅读的内容 他们其实是会固定去买这个东西 因为时间到了 他就是习惯性的他要看 类似说某一个专栏 或者某一位作家系的东西 那这边可能又要再回过来说 那为什么办大志之后 又办一个新公司那种周刊编辑 对 其实也是在于说 因为大志它是一个社会型的杂志 所以我的内容基本上 本来就是有限制它的流通性 我不希望它上网 然后也不鼓励订阅 对 我觉得这个结构很好 我不想要去打破这个结构 但是我自己本身其实还是对媒体的运作 有些想法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阅读的需求 所以大概其实周刊编辑的 酝酿其实很长 我大概花了将近五年多的时间 去酝酿这件事情 其实周刊编辑我是把它定位 是一个纯媒体 所以它以后还是会有数位的媒体 OK 只是我先从紫本的来发行 但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网络 把年轻世代都吸引 注意力都吸引到那边去了 但是某一程度上 我们或许要再回顾来看说 目前市面上 到底有没有适合他们的刊物 不管是杂志也好或是报纸也好 如果他都觉得说 这些内容是他没那么感兴趣的 或者说这些里面的 其实内容包括很多 包括你的文字 包括你的图像 你的照片 摄影作品 插画 这都必须要去符合他们这个世代的 所谓的美感需求 或是在内容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都会 比较站在这个角度去看 如果我觉得说 市面上其实好像没有 可以符合他们 阅读的这样一个刊物的话 为什么不去试看看 去满足他们这一部分的 阅读的一个需求 其中我觉得我 对于你们整个的行销手法 其实是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当初注意到你们这个报纸 也是看到了 例如说安普林强 他们的这个 帮你们做的推荐 推荐影片 在这个背后 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跳出来 这部分跟我们之前 在大致杂志那个阶段里面的 接触有关系 因为其实他们两位都算是 蛮热心社会参与的 会关心一些社会的议题 像安普 我们之前在大致杂志 已经采访过两到三次了 他一直很关心像大致杂志 这样一个社会企业杂志的 一个运作 所以当然就取得一个 不错的互动机会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要在目前这个时代里面 要去办一个这样的抗物 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然后就当然也是希望说 他们可以以他们的角色 然后来协助 帮我们做一个推荐这样子 我是1981年生日 所以81年的我们 其实小时候的阅读经验 都来自于读报 或者是写字 那这些过程 除了培养一点耐心以外 其实纸质的媒介 对于我们来说 有可能都有一份成长里面 无可取代的情感 你要自己亲手摸到它 你才会知道它从印刷 还有它的选图跟牌板上面 其实做了多少细致的功夫 而我认为这就已经是文化 我记得还有一段 像是动漫的东西 对 我们找罗和小姐 她在去年台中有一个动画影展 她拿到了学生组的手奖 所以我觉得还满厉害 真的这样子找 结果找到一个 的确在动画处理上 还满厉害的一个年轻的创作者 对 在你人生的第一次哭泣声中 你来到了这个世界 于是你开始慢慢成长 而这世界 也跟着快速地转变 你学会了走路 学会了写字 学会了提出问题 学会了同理与分享 学会了爱人与被爱 学会了不向这个世界妥协 学会了告别 学会了拥抱未来 最后你学会了 或许 真正容易消失的事物 才有机会成为永恒 就如同这份得来不易的报纸 一份属于新世代的报纸 我们今天在网络上面看一份报纸 基本上是毫无设计可言的 然后就是说你就是 就是自然一直阅读一直阅读 如此而已 可是我觉得 当我们在看一份报纸 尤其是好的报纸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它的整个的排版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前在纽约的时候 我们习惯看美国的一些报纸 像The New York Times 它的整个的排版 就是说会让你经常就说 哇 非常就是惊艳 他们今天怎么是这样子排 因为自己作为一个 媒体人做这么久 在报社工作这么久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非常习惯看版型 对 非常习惯就是说 当我们拿到报纸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报纸是 它是怎么去安排 它的文字 跟它的图 它是怎么去用它的留白 对 现阶段的紫眉 它所扮演的角色 已经不光只是一个 资讯提供的角色 它可能要带给它 更多一些 阅读上的喜悦 或是美感的体验 所以有时候其实 同样一篇文章 我把它铺得很满 或是我适度地留一些白 其实它的重量感跟平衡 或甚至于它的美感体验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特意要去打破 大家传统对报纸的想象 像背后也可以看到 对 像这个 对 光是头版 我们用了一个 野生摄影师的作品 其实这位摄影师 他长期都在北极圈 去拍一些野生动物 另外也关系一些 北极圈暖化 全球暖化一些液体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挑 其实这个版本 我们挑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黑白的 一张是彩色的 今天在节目显示 这张是彩色的 我们觉得其实既然我们采用了 报纸当作主要的阅读媒介 是 那报纸大概是所有平面 阅读媒介里面 开本最大的 对 你大概很少看到一个 你看看开来要这么大一个版面 所以那个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说 既然有这样一个版面 那我们就会希望 尽量去呈现出它的特色 跟一般媒介比较难去达到的地方 对 其实在国外 例如说纽约时报 很多报纸 它的整个光是它这个版面的设计 它是有它特定的一些社会 对 一些逻辑 一些社会 就是说上面的一些需求或意义 例如说 这东西我要卖弄一下 纽约时报当初它的这个 你知道它那个蓝 它的蓝不是这样走 这样走下来吗 通常是六蓝 六蓝 六蓝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看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叫六蓝 它是六蓝的一个道理在哪里 因为以前在地下帖 大家都看报纸 可是如果你这样子看报纸 其实是有点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那时候六蓝的概念是说 看报纸的时候 假设这是本纽约时报 大家一上去 就是这样看 所以那个时候纽约时报的 光是它翻报纸的这种概念 你要非常的熟悉 它翻报纸的这种概念 这样看 看完了 因为纽约外国的报纸 通常前面就是一点点 然后就说文转 对 就是说第几页的 第几蓝 所以在国外 就是说 例如说看纽约时报这种报纸 你要不断地这样子翻报纸 翻报纸 然后你要 如果你要看这样子的话 就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再这样翻过来 是吧 那是很复杂 可是那是一种非常优雅的一种 看报纸的方式 而且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 这个整个的 这个是一个流程 大家非常熟悉 到最后常常是这样子看报纸 台湾这个整个的报纸 我相信这个销售量是一直在掉 可是要知道纽约时报 它的整个的订阅的户数 还是有维持一定的水准 因为这个是一个生活里面一个品质的东西 我看你们这个报纸 我觉得说 哇你们在整个设计上面 真的我会觉得说 实在是在台湾 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份紫本的报纸 我相信就是说你自己做 做媒体 做到现在 你应该也是都在其中 要不然不会一直丢这么多的概念进去 然后有这么多的内容生产出来 很棒 许中我们下次再来聊 当然谢谢 谢谢光源 真的我们下次再来聊这东西 对 节目听到这边 又是深夜日常这个单元 今天我想讲半夜浇花 我因为是个野猫子 所以很多事情是在三晶半夜的时候在做 浇花就是一件事情 其实我白天也可以浇 白天我如果要浇花 一定是中午以后 因为我通常都睡到中午 这个时候浇花有几个问题 有人说大白天在太阳下面浇花 是不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很热 可是我对于这个理论 我觉得有点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讲 在例如说浇外的这些花 如果在日正当中的时候 突然来一阵雨 是不是也是浇花 也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 白天浇花对于植物会有所伤害 我觉得应该还是 对植物应该有些帮助才对 所以白天 尤其是中午左右浇花 我从来不会觉得不对 可是呢 如果是在我的窗台那边的植物 我白天不太敢浇花 为什么 因为你浇花你一定会有漏水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万一水掉下去 我们家住楼上 那楼下的邻居如果刚好走出来 走在院子里面 他是不是就被淋到水了呢 所以我对于白天浇花 我一向非常非常谨慎 几年了多少年了 有一次还两次 我知道楼下的伯伯刚好淋到那个水 就心里其实觉得非常不安 所以呢 我对于白天浇花 我是尽量避免 可是呢 三斤半夜浇花 楼下没有人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浇的 三斤半夜浇花 对我来讲呢 是三斤半夜要吃宵夜 宵夜其实是晚餐 那对于这个植物来讲呢 三斤半夜 他们喝水 解渴 时间也刚好 所以我会觉得 浇花这件事情 是三斤半夜要做的事情 唯一我觉得 三斤半夜浇花 有一点 尤其是窗台那边浇花 有一点讨厌的是 你可能把蚊子给放进来了 所以这也要很小心 那OK 看看时间 那也差不多 好 这个节目 今天也快要结束了 那我窗台前面的花 又要准备喝水了 花 好 就是 10斤半夜 10斤半夜 call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